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播新闻 它是这样子 它是这样子 所以从脚底开始马上来冲击 对 整个真的是从脚底马上来 等于这个世界 你到底了解有多少呢 欢迎收看不可思议的世界 最近我们常在讨论 鬼门开了鬼月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 鬼月禁忌很多 但是呢 运势低的人 虽然做了很多防御的工作 可是还是会不小心遇到了鬼 丁正山师傅的话 就会出来帮助这些人 其实呢 现在我们设备时 这样说的根基是 我们跟现代人的看法 我们来说一个差不多 民国四十多年的事情 以前的 有一回 有一个太太或是阿霞 没有名字叫她四季 因为我们以前的人都做头状 人家就叫仙师来看 要丁正山来看 他这个太太在七月份的王星 结果来的时候 要看这个风水帝 很奇怪 我们习惯到送家 先点一个香 帮忙一下 这个香刚才拜三年 她的大地的媚娘 马上叫她虎星 就开始握着 头来开始害了 转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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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因为美娘的名字比较特殊 所以说要扶她的心不太简单 有什么扶到她的心 当时我们心肯定在想 这一定有一些气候在那里 结果现在一个人问的时候 问说到底什么情形 结果这个美娘 他所开心说出来的那个声 刚才变成这个梦架 就是这个女生 他生意就对了 他现在开心说 他说不能把我带 有人去跟她捅走了 捅到这 accommodation 你看这手没人嘛对不对 但是这要放下去 像这样盡 好像有脸下去同样 表示真的有一些你要动 有重力 对喔 就我觉得很奇怪 就我问问问一个认为什么 结果她其实说出来的这个口音 就是她嚴格 她坚犬主よ 会祖先对口音 乃所ですね 意思就是因为她黑派到他们 很嬷婚之后 都没去亲世 以前女性 子你沒去亲azed 这次聚 durch 聚みたい 结果没在冲上 他们 他這個詩音 以前沒有在嚴詩 詩音不明 他才跟他開口說就是怎樣 因為他不生 不然他會去問問一下 問一些偏鄉 避鄉 誰在黑白吃 結果吃詩詩 吃到中毒 你吃詩的時候 你戳完的時候 整個問一個開 努咖座的時候都出來了 就在等著等不理而已 你剛才來報答剛好 這個媳婦不好 說無團後代 哪有庭子 散行這個情義 對 當時要解決進情的時候 人家說輸出必要因 那媳婦要問問他就比較短 他就說其實你老婆 到這裡的倒板 沒辦法再拖了 一定要倒板 但是有他要解的方式 怎麼解 做選手 來補 布施 那媳婦給他解一些方法 然後是 輸過三年之後 後來又再娶 又生三個 所以也是有辦法 他們家有時候說 如果我們這個 家裡 尤其在七月時 如果有人往生的時候 你如果要辦這個雙手 一定要補施 一定要補施 以前都在家旁邊來斬破 你兩桌 我三桌 大概倒三天 收金就對了 那他們家沒做喪事 他的前妻這樣 死得很冤枉 對啊 吃補 要吃到中毒了 他要盡上輸出 這個時候 如果在辦蔵室 門口你也要釣一隻肉 釣一隻豬肉 為什麼 你不釣豬肉 那孤年幾天說會來 會剃肉 會割肉 跟這個夢者會割肉 所以他就是以前 他不斷 就想說這樣就好了 結果開門關一個開年 所有人都是自己的人 我就想賣賣 這樣 可是有時候這個鬼 出去旅遊的時候 真的 都會不小心碰到這種 淵死的鬼魂 對 因為其實像 因為我以前出了很多 靈異的外景 那我對天發誓 我本身是沒有營養眼 我是看不到的那種人 對啊 但是我真正看到的那一次 就是在農業 七歲 農曆七月 農曆七月 因為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爸爸媽媽 帶我們去廬山玩 那我們是一個家庭聚會 就是家庭旅遊 除了我啊 我表姐表妹 一家人一起出去玩 那我印象很深刻 我們那天到了那個 廬山那個飯店 我們住的樓房間是13樓 而且那個房間號碼是1320 13樓的20號 那天我們到酒店去 因為爸爸媽媽他們就 因為剛休息嘛 他們就說他們要去那個樓下逛逛街 然後因為我們小朋友肚子餓啊 我就跟我表姐 我們四個人跟我爸爸媽媽 我們四個睡一間 然後表姐就說肚子很餓 就在吵我爸媽 我爸媽就說 不然你們去打電話 叫那個外賣 看有什麼東西可以外送就對了 然後她就說 那等一下有那個外賣來齁 你們兩個錢從那個抽屜拿一拿 然後去把外賣拿進來吃 然後我爸我媽 還有那個我的叔叔跟阿姨 他們就下去逛街 然後我表姐就去洗澡嘛 那我就坐在客廳 然後這邊看電視 就看著看著 我不知道是太累還怎麼樣 因為小朋友的印象很深刻 我就看到那個窗戶旁邊啊 感覺上 怎麼一直有影子齁 從上面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 就有影子跳 你就很明顯的感覺 那就是有東西往下掉 可是我住13樓耶 對啊 然後我想說可能是太累吧 可能就什麼東西晃晃晃就不理她 就後來就 還在覺得奇怪的時候 就聽到那個 我的門鄰的響 叮咚叮咚叮咚 然後我就敲我表姐 說快點 因為我姐姐比我大嘛 我就說那個外送來了 去拿錢給她 然後我表姐披了 就是從那個廁所 披了那個綠袍 我們兩個小女生要跑 都跑出去啊 結果門一打開 就那天帶我們出去玩的那個小姐 然後她就跟我們說 只有妳跟姐姐兩個人在房間裡喔 我說對啊對啊 爸爸媽媽出去啦 然後那個導遊小姐 很奇怪啊 她就把門打開 然後走進來 坐在我沙發的旁邊 就跟我坐得很緊 可是我覺得 喔 怎麼這麼冷 她一進來 那冷氣變那麼強這樣 她就說齁 心裡真的很熱 我想說跟我們聊天嘛 她就坐下來講說 跟你們講齁 小朋友自己留在飯店裡很危險 因為這間酒店在6年前 就大火燒過之後 她說13樓的人 我們住的這一層 當時全部都跑掉了 可是這個酒店 當時死了十幾個 她就說 而且呢有一個 當時被找出來 還有一個是沒有頭的孕婦 那她為什麼會沒有頭 因為我1320旁邊的那個 有一個走道 有一個防煙門 火警那個防煙門 她說她跑出來的時候 頭被夾斷了 然後她就跟我們講說 那你們兩個小朋友 自己在房間裡面 要小心齁 如果有人按電鈴的時候 你們不要馬上把門打開 先從那個鑰匙縫去看看 看外面是誰 對 然後我就喔好 我們知道 已經在害怕了 又講這個故事嚇我們 又農曆七月份 又三更半夜 就很生氣 就把她就說 好我們知道了 她就出去了 就過了三分鐘吧 又聽到門鈴在響 然後我就跟我表姐說 你去你去我也不敢去 她就說 好走走一起去 兩個人就手勾著手 然後就從那個鑰匙孔去看 一看媽 我不騙你 我第一次看到那種 她全身是黑色的 感覺上是被燒焦的 然後沒有看到頭 那怎麼知道她是孕婦 因為她手上包一個東西 看不出來 就黑黑的 然後我跟我表姐兩個那個 毛是從屁股脊椎 直接衝到我的那個腦下垂涕 然後整個人發麻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想叫 因為怕嘛 沒有 我大叫 結果我表姐是 一手捂住我的嘴 不要驚動她這樣 可是我表姐忍不住了 因為她覺得 不能這樣就是按耐 就是在裡面等死就對了 她就從廁所 有一個火警的警報器 她就按下去 就整個飯店 就開始叫了 然後我爸我媽 然後我阿姨我叔叔 就全部都從外面想說 發生什麼事就回來 那門一打開 我跟我表姐就 嚇都嚇死了 就跟她講說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無頭孕婦 然後之前有一個導遊小姐 來跟我們講說 要小心 對 本來講無頭孕婦的時候 大家覺得我們是 開玩笑亂說 可是我發現我 跟我爸媽講完 講到最後的時候 全部就像那一堆人 眼睛髒的大大看 我們沒有人講話喔 我想說 阿是 我媽說 妳知道嗎 接了以後呢 電話裡面呢 也是一個男生跟男友說 妳的括號姓喔 括號姓來了喔 她就覺得奇怪 妳等一下喔 於是這個男的呢 就跑去跟櫃台說 小姐 那個你們的公共電話 有人打來說 要收括號姓 那小姐本來一個站著 一個在那邊寫的 一聽到說括號姓 東西嚇死了你知道 你知道嗎 好像帶我們來那個導遊小姐 她晚上10點鐘的時候 說要跟同事去吃小夜 結果一下樓梯 經過要對到對面那個大馬路的時候 剛要右轉一個紅綠燈 被一台貨車直接連過 當場 天啊 就撞死了 可是我跟妳講喔 我們本來很害怕 我講實在話 但是我爸媽他們這樣講完之後啊 我跟我表姐都覺得 其實這個導遊小姐真的是回來警告我們 就是說 她其實已經往生了 可是她還回來告訴我們這些旅客說 你們兩個小朋友自己待在飯店裡面 好危險 怕那些鬼會傷害到你們 往生了還回來 你知道嗎 我小時候一直覺得 鬼看到應該是那種半透明狀 可是我不騙妳 我第一次看到的那個影子是一個實體 而且她說她被火燒焦的 我跟我表姐現場 都聞到那種火警很濃的燒焦味 然後結果那個導遊小姐是真的已經過世了 就當天晚上收音就不是 10點嘛 我剛剛講11點的時候 她來敲我們的門 她10點就夠了 剛好往生的同時還會去警告他們 因為她的工作還沒有做完 所以她兩龍西兩頂 她會覺得說我會工作還沒做完 我還是有這個責任要告知我的這個旅客 她為什麼六年前的那個斷頭 被焦黑的孕婦會找上他們的姐妹 因為應該是說 她們的這個運勢比較低 或是她們的磁場跟她比較接近 所以才會找她 可是你現在長大了都看不到啦 你還試過任何開天眼的方法都不行 不要啦 嚇死我了 吞烏鴉眼 對啊 那像呂嘉欣你是住在台東 你常常發生這些靈異事件嗎 台東現在就是個觀光地 那我有兩個朋友 有兩個女孩子的朋友她到台東來玩 然後現在台東開發的很進步 有很多的溫泉都24個24小時 那她們來台東就是要泡湯 然後泡...這兩個女孩子泡完湯以後 從那個泡湯出來已經過了凌晨了 然後她們就在那個洗手間的那個鏡子面前 整理一下頭髮 然後才梳個兩下而已啊 突然聽到那個洗手間旁邊的那個雜貨店 已經打烊了 旁邊有個公通電話 這個公通電話響起來了 滴滴音量就響起來了 其中有個女孩子她就很好奇 她就跑去接 那個電話一接起來以後 她想說可能是不是那個接錯線或是怎樣 就有人講說 那個...你的信已經送來喔 你的胸上來了喔 然後另外的女孩子就覺得習慣 然後她就... 她就拿給另外一個聽 拿過來也是一樣 你的信已經送來了喔 你的胸上來了喔 應該覺得蠻好笑的吧 這兩個女孩子就覺得... 那個女孩子就跟她這樣講 然後就把電話就掛了 掛了以後 也沒有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第二天呢 他們有約了一個朋友到飯店來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男生 他們在等這兩個女生 就在Lobby那邊等 這個坐在客廳Lobby的這個男生呢 就聽到旁邊 Lobby旁邊的那個公通電話響起來了 公通電話響起來以後 這個男的就跑去跟他接 接了以後呢 電話裡面呢 也是一個男生跟他講說 你的括號信喔 括號信來了喔 然後就覺得奇怪 你等一下喔 於是這個男的呢 就跑去跟櫃台說 小姐 那個你們的公通電話有人打來說 要收括號信 那小姐本來一個站著 一個在那邊寫的 一聽到說括號信 都嚇死了你知道 對啊 就挨得好大聲那樣 客人就覺得發生什麼事情了 可是他們連講都不敢講那樣 然後後來這兩個女孩子下來了 就說 我們昨天晚上也有接到公通電話 三個人都接到了 這次是在民國62年的時候 在資本地區呢發生 台東發生了一個很 那個那拉台風 那這個風雨很大 洪水呢把這個資本溪呢 全部都衝斷了 那有一個郵才 這個郵才呢 他很盡忠職守 他要保全他的郵件 然後呢 對岸 那個收件人住在對岸 他就要把他送過去 就哀家哀戶都要送過去 還沒送過去的時候 就被這個洪水給沖走了 然後沖走了以後呢 就發生了一個現象 就因為他那個郵件很多啊 很多啊 然後那個 他這個郵件譬如說 收件人 小潘潘幾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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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啦 裴姐幾號 然後 地址姓名收件人 然後那個郵件呢 就這樣流流流流流 順著河水就流到他家裡 哇 好盡責喔 死掉了還在送信 不知道是不是他送的 就流流流流流流 流到很多郭老師家誰家 而且不是只有一家 是很多家通通都收到 那沒收到 該不會是他們幾個 他就打電話告知喔 可能提醒還是怎樣吧 那這件事情呢 這個在台東資本地區 非常有名 你只要住在那邊的人 通通都知道 你有收到過嗎 我沒有收到過 因為我住台東市 對 然後後來呢 那個政府就幫他 幫他立了一個銅像 銅像 我們有聽過說 國父銅像 蔣公銅像 郵差銅像 對 沒有聽過郵差銅像 對 所以我就特地去那邊 因為這是當地的人 講給我的故事的 包括我們的交通部長 還在那邊立了銅像 那我就把它拍起來那樣 然後呢 我找找找 這個是你嗎 這個是我 對 因為我找這個銅像 找得很辛苦那樣 那原本那個銅像 不是在這個地方 是在四面佛的附近那樣 因為人家要那個蓋飯店 四面佛他們不敢移 結果把這個銅像移走了 所以這個移走以後呢 就聽說有一些靈異現象 據說那附近的飯店 在黃昏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看到說 那個櫃台小姐在忙忙忙 那個飯店的門突然打開 叮咚那樣 他說你好歡迎光臨 這是郵差來了 等他一喊完 歡迎光臨 那郵差不見了 他會瞬間消失 對 不過還好他沒有傷害人 對 因為所以呢 以後你到資本去以後 如果聽到公共電話響 不要隨便亂接 如果你接了 那你也不要害怕 因為他是很 沒有惡意的 他是很善良的 他的逸風可行 在當地就流傳成為一個 很好的一個典範 也是 所以你說有一個這個朋友 卡林卡薩 朋友幫他 結果自己被盯上了 其實我是覺得像裴姐的話 他是說他沒有那種 所謂的靈異體質 對 那我的話我是 其實我從小就 好像就蠻常看到 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 自己是陰陽眼或者是靈異體質 然後一直到大概幾年前的時候 我才開始覺得說 為什麼人家卡到陰 我好像會知道 然後 你哪裡傷哪裡痛 我都會知道 對 就是會這樣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然後後來 我記得那是在兩三年前 我有一位同事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右手關節這邊 長期都在痛 而且他是怎麼吃藥都吃不好 然後已經痛了大概半年多了 到最後有一次他就跟我講說 他說 看來我這個手啊 飛去開刀不可了 不開刀不行了 後來那時候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我就坐到他旁邊 我就說 小梅姐 你這個不用去開刀 你這開刀沒有用 他就說 為什麼 為什麼呢 我就說 我也不知道 可是反正我就覺得 你這個是因果病 那 那個 你要去 就是處理一下 因為這個 就算你開刀 吃藥都沒有用 那因為這個小梅姐 他哥哥本身就是一個 非常有名的那個 那個命令老師 他長期都在北京 然後他哥哥回來的時候呢 他也問了他哥哥同樣的事情 那他哥哥的說法 跟我說的是一模一樣 對 之後呢 他就問我說 那怎麼辦 那我要去哪邊處理 後來就是 因為其實這種事情 我也沒什麼搞錯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跟他講完之後 我就開始覺得 磁場就開始 怪你不舒服 對 開始不對勁了 可是後來當他 真的找到一家公廟 幫他處理的那個時候 哇 我那時候就非常非常的難過了 因為那時候 我整個脖子啊 痠得好像快斷掉一樣 整個脖子痠得 好像快斷掉一樣 而且那個腰椎啊 腰椎整個也是痠痛到不行 就坐也不是 睡也不是站也不是這樣 但是真正最痛苦的是脖子 阿嬤滾整個身體 又要回去這樣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一直覺得磁場被干擾 後來我就想說 好那我去看一看你到底是誰 不看很好一看我真的是嚇死了 那你怎麼看 我用觀的 去觀落音喔 沒有沒有自己的意念 其實要看可以看得到 對 因為我也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 後來那時候我就想說 好我看一看你到底是誰 結果我看到 只有一顆頭 就是一個斷頭的 他的頭髮是長的 就是古早時代男生喔 頭髮是長的 然後呢他的眼睛是非常的猙獰 真的很大而且是很猙獰 然後那個眼球上面都還不滿血絲 然後那整個表情是非常的兇惡 感覺上他好像是 很憤怒喔 對對對 非常憤怒非常憤怒 很生氣很生氣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那當時他只要一靠近我的話 我整個脖子就 真的是酸痛到不行 後來我才去 我就開始去看他 之後他就讓我看到了一些畫面 對這個都是真實 不是在做夢的 就是說你出來給我看看你什麼人 你什麼樣子 他就獻他的人頭 很凶狠的樣子 對很凶狠的一顆頭 後來他讓我看到他們是在 古早時代就是戰亂 當時呢就是 就是 兩兵交戰的時候 然後因為他跟我這個同事 各位齊主 對那我這個同事小妹姐 他前世是一個男的 那當時這個斷頭的 他讓我看到他是一個將軍 那他們因為戰敗了被俘虜 其實他一直給我一個訊息就是 是可殺不可辱 事實上好我戰敗我輸了 我死了我也甘願 但是當時他有被屈辱 就是說他雙手被反綁在後面 而且呢是被整個這樣被踢的 跪在地上 而且還被拳打腳踢 所以他的那個整個腰椎 就是都被踢到 被踢到他的腰椎 所以小妹姐他 他不只是手痛 他的那個腰椎整個也都在痛 痛很久都吃藥吃不好 然後呢他讓我看到就是 他先受屈辱之後呢被砍頭 就被砍頭 所以其實他是非常的恨 因為真的是可殺不可辱啊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的恨 那當時他就一直跟著我 不過後來那個小妹姐 他因為有在宮廟裡面 有寄宮師父幫他處理化解 這樣子的一個怨恨啊 後來慢慢的那個將軍他只要出現 他只要一靠近我 我還是都會脖子痠痛 但是他後來他的那個臉慢慢的變了 比較沒有那麼爭吟 比較慈祥 沒有想要傷害你這樣 對 但是重點是 當時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當時我看到他 他的那個長相 我突然起心動念 我就覺得說 欸 還挺帥的嘛 對啊 我就覺得說 欸 還挺帥的欸 真的還滿帥的 所以就一定要跟著你啊 跟著你啊 你又單身 對啊 然後從這個想完之後呢 開始每天晚上睡覺 每天晚上睡覺 因為其實我都固定睡在左邊 然後很奇怪 每天晚上睡覺 就是都會有人睡在我旁邊 而且還會 還會就是 東摸摸西摸摸這樣子 那那一陣子 不是運勢就會變很低 對 整個身體就不好 然後整個 整個氣就很弱 對 而且呢 很詭異的是啊 我都習慣是睡左邊 我都一個人睡雙人床 可是每天早上我醒來的時候 我都是在右邊 為什麼 我都在右邊 交戰過 沒有 沒有 就很自然的 不曉得為什麼 就跑到右邊去 那因為左邊就有人睡了嘛 所以我就睡到右邊 那有一天我就很好奇 我想說好 我想知道 到底到底我為什麼 早上醒來都會睡在右邊 然後你又是怎麼上我的床 所以有一次我就故意裝睡 但是在朦朦當中呢 我就感覺到睡到半夜的時候 因為當時我在 我這樣播新聞的時候 我就可以感覺到 他站在我後面 然後呢 他是這樣子喔 你播新聞 他是這樣子 他是這樣子 他是這樣子耶 所以從腳底開始 馬上來主題 對 但是 整個真的是 從腳底馬上來 所以有一次我就故意裝睡 但是在朦朦當中呢 我就感覺到 睡到半夜的時候 很冷 冷到不行 非常的冷 然後冷到我自己 自動的滾到右邊去 然後他就 含氣逼人了 對 你只是自己翻滾而已 對 然後他就上床了 有了 他怎麼可以跟這個 只有一個頭的將軍 生活這麼久 其實他那個 那個魂喔 如果說是因魂不善的話 他是一個 一個氣 通常如果說 他靠近你 有的人會起雞皮疙瘩 或是寒馬會豎起 或是覺得冷 那都是因為那個 那個氣的作用 所以他一靠近你 那是一個氣 不見得你摸得到 或幹得到 人家前世的這個療障病 他去給人家點破以後 就會變成跟到他身上 因為你要常人的嚼狀 對啊 老師你不就常常 單人家一眼這樣 對 如果我倒 老師有 越來越怕 對啊 然後在半年後 我又問一下那個小梅姐 因為我要證實說 她有沒有事了 後來就是我打電話問她說 那你的手藥不要急 她就說都不用吃藥就好了 對 就處理完之後 都不用吃藥 也不用開刀了 所以有一些 查不到的那種的話 可能就是這些 業障 其實是因果的循環 應該是說她的冤親債主 那像他們有一些 預知的能力的話 到底要不要去跟人家講呢 幫人家避過那個關卡 你看他 看你要 看你那個當事人 看交情吧 你跟他好不好 你願不願意幫他講 可能講 你可能自己也會有事 對 你要當人的交情 對 尤其有時候 碰到那種交情很好 如果他們家 不小心有這個 長輩過往 商家 那你到底該不該去 給他送個禮咧 尤其在七月份的話 她這個結束是說 因為我這個朋友 她剛在母庭領 種棋子那種 好嗎 很寒酸 你好像從半年 要去到那裡點五千 是 他家裏面 就有一個長輩子 一個老闆 他知道我小時候 在外地做空虧 他旁邊去做棋子的時候 不像 不像那種棋子 腳踏下去 後來人家去背棋子的時候 才看得到 看得到已經過了 過了很多人 經常開始在弄 因為這回事也很熟 開始在弄 後來人家就 登山客 就叫船人家去 去不去去 他一個小孩 叫他去那裡 看七回事 就跟人家說 好不然你來 去那裡 剛好 你跟他玩一個 剛才剛才剛才 因為我跟他講 也要洗整個時間 從十幾個浮爛狀 去推斷 這就 跟他玩一個 七月十幾天做頭巾 也很厲害 現在這個頭巾 會很麻煩 你知道嗎 那巾山 只要帶著 一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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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結果就請三個師姐 說不可以來 一波浪 金座 金座 現在拜一拜 拜山的時候就不在 現在拜山的時候 要拔杯 問說你吃飽 金座你去收到嗎 這樣拔就拔不杯 我們做頭巾 他就是要做高朱時過 這算頭巾完完 這樣拔不杯 算了還這麼難 還這麼晚 人家這也要倒影 像我媽媽 會變得還打成 倒影 結果要倒影 車要不發 不發的時候 現在風會掃 你知道嗎 收一個整個東西 掃得了 我在宿舍來 有一個宋世傑 她想說 本身的體質比較重 像那個少年一樣 她看得到就對了 她說 叫旁邊說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沒頭 沒手 沒腳 沒膜 沒膜 這款老衣 怎麼會這樣 我才知道她爸多一個 就很害怕 叫她爸不來 就說那些來 不會 也會來一堆 她爸爸沒有 對 都來 結果現在都來的時候 還沒膜 那是什麼 分焦不回來了 那時候就是跟那個師傑 有沒有 只會這樣 陰分不印回來 對 分不印回來 分不印回來 但是你當我站下去的時候 你師傅 從門黏下去 還有那些東西 這邊擺下去 來的就很厲害 本來就在破 蓋不走在山頂 對 現在都來的時候沒膜 現在師傑要走也不敢走 你現在像我要擺 我媽媽要做生命的給你拜 不知道要怎麼 對 現在你要想辦法 你在看 點燒一下 對 現在這個時候就沒辦法 爸爸有空我吃 你生氣 媽媽知道 我們才傳一塊來給你拜 結果你給它 飛完的時候 那個風漢漢漢 那個風就不一樣 那個風漢 你會說 風漢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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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的時候 師傑要知道 人家在內行的空漢漢漢 車給我 告訴我一個 好 速度多快去哪裡 沒有啦 就正常了 他不敢來啊 但是你 你現在你跟他 飛飛說 不給他 你既然一定要幫他 不然他就來找你的 對啊 對啦 而且有時候跟鬼 所以有一些 你們有那種靈異體質的 會跟鬼溝通 你覺得鬼並不是那麼可怕 甚至這個嘉欣說 還有鬼回來報恩的 對 這個是發生在那個 那個 要關鬼門 鬼門關 鬼門關 之前 我有一個朋友 他叫阿虎 然後他是在開那個 賣鹹酥機 賣鹹酥機的 那凌晨過後 他那個鹹酥機 就沒有賣了 他就在那邊洗 那個身材戲劇 鍋碗瓢盆 在那洗洗洗 在那槍 在路邊洗 他那個攤子的燈 已經熄掉了 洗洗洗洗到一半 就有一對老人 在他的攤位面前就說 那個年輕人 我有事要麻煩你 然後這個阿虎呢 他一轉過頭來就說 我已經收拾了 你明天以前來的 他就說 沒有啦 年輕人 我要麻煩你 把我這東西 拿給你隔壁的阿虎 然後呢 阿虎就看了一下 然後就一對 一個老先生 跟一個老太太 然後呢 這個老太太就 轉交東西給他 阿虎就說 你就放在我攤位 上面就好了 拆一個轉頭 他又轉回來的時候 他發現 這對人怎麼不見了 這老人怎麼不見了 對 第二天阿虎就把這個 交給阿達拉 對 然後阿達拉一打開以後 就說 一打開就是一個 一個手環 一個手環 阿達拉就說 欸 這個我長得知道 我在那個第二公墓 握起來的陪葬品 然後阿虎就嚇死了 他說 天啊 我昨天遇到的是兩個 四個鬼魂 那這個阿達拉呢 他平常呢 他是在那個 台東第二公墓 他在幫人家撿鼓 這個呢 當地的那個 這個報紙 中國時報 它有燈 這個就是那個阿達拉 就是台東這個美術館 他整地 他要改成美術館 他原本呢 他原本是 第二公墓 因為之前呢 台東第一公墓 要變成海濱公園之前 來挖谷的啦 那個怪手啦 來工作 聽說有很多 都有不好的結果 所以發包都沒有人敢去啦 都很多意外 對…找… 就找到這個阿達拉 所以他就跟我講 這就是阿達拉親自跟我講 你還去採訪他 對…就去採訪他 那為什麼他去幫忙 挖到陪葬品 這老夫婦會… 是要送給他嗎 那有一天呢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老阿公 那個老伯伯喔 就託夢給他 就說喔 他就說喔 他就說喔 那個老伯伯跟這個老太太 為了要感謝他 就送給他 叫阿虹 交給他一個手環 欸…可是他這樣幫他們 找到這一隻手臂 然後收到那個死人的走環 好嗎… 我要幹嘛… 好嗎… 如果…如果是 是往生者他同意要給你的 那是無所謂 那是無所謂 但是如果是 他沒有經過他的同意 你給他拿走 那他會來找你要 喔…這樣 欸…香菱 你剛剛說那個 陳皇爺救你的命是什麼 那是小時候的事情 嗯… 小時候曾經就是 受過非常嚴重的傷 然後呢 當時是住 住在那個嘉義省力醫院嘛 而且住了一個月 病情一點起色都沒有 摔跤啊… 就是被一群那個國中生撞倒 撞到我整個 我本來是左撇子 但是我那時候 整個右側 整個這樣被塞到水溝裡面去啊 傷到右腦神經 所以在受傷之後 我的左手跟左腳都不能動 對…那住院住了一個月之後呢 那個醫生就說啊 啊…這個沒有辦法 要送到台大去擠破腦部看看 可是你看 二…欸…好啦 三是幾年前好了 對… 就是差一點行動不如耶 對…而且那個時候… 對…而且二、三十年前 解剖腦部的話 幾乎等於宣告死死了 因為腦學法很細小 對…對…後來剛好那個 那天就是隔天就要送去台大了 結果剛好那天 陳王爺出巡啊…出巡馬 然後我媽媽就抱著我 抱我到那個醫院的那個樓上陽台 趕快就是跟陳王爺就是 拜拜許願啦 就說讓我趕快好起來 結果隔天我的手突然能動 喔真的啊… 對… 醫生都說這是醫學奇蹟 神旺也顯神機 對… 所以從那時候你就開始有這個靈異體質 所以在職場上面也會碰到吧 對啊… 像我記得那是在好幾年前 我在嘉義的某個電台 那因為這個電台 它本身是比較古老 所以它的建築也是比較日式建築 都是平房 而且是它那個長廊很親的 那我記得當時應該是農曆七月份 在我進電台之前 我聽說 聽說有一個那個 我們工程部有一位值班的大哥啊 他晚上就是在一個人值大夜班的時候 然後大約在兩點多的時候 他就看到有一個穿白色衣服 長頭髮的女生 就是在那邊出現 在他那個… 因為我們那個就是有一點 外面是那個很長的走道嘛 那他的辦公室是在這裡 後來他就看到說 那邊有一個女生這樣子 好像走過去 他還問說 是誰啊 誰在那裡啊 然後對方都沒有出聲音 他也覺得很奇怪 但是他也不死心 他想說 我負責值大夜班 誰這麼好心還來加班啊 沒有重點是 怕有一些閒雜人等進來 因為危險 所以他就跑出去看 他就看到那個女生這樣子 往走廊的鏡頭走 然後他還問說 你哪位啊 怎麼不講話 結果他女生就一直往前走 那因為那個走廊很陰暗嘛 晚上沒有開燈 他就這樣 對 他就這樣往那個走廊這樣走 走到鏡頭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我們那個大哥他真的是 嚇死了 對啊 對 那當時剛好是農曆七月 對 之後 之後 因為我進到公司 我就有聽過這樣子的事情啊 那沒有看到 有一次 有一次就是 當時應該是 人家說 如果是二人家庭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會遇到這種事情 那那段時間 剛好我就是 工作也不順 感情也不順 什麼都不順就對了 那又被男朋友劈腿 所以當時我的整個情緒是非常低落 而且吃不下睡不著 就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有一天中午我在播新聞的時候 我在播新聞的時候呢 因為在那個時候 我們還沒有電腦作業 所以我們的新聞稿都是記者他們 手寫 寫完之後會從外地 然後傳真進來 所以我們一邊播的時候呢 會有同事幫我們送新聞稿進來 那當時 當時我就這樣子 就是這樣在播新聞的時候 我眼睛的余光隨時都在注意 側邊的門 對 因為要隨時注意有沒有新聞稿進來 那麼當時呢 我就看到我同事 我看到有人開門進來 我看到有人進來 那我繼續播 我想說 可能送新聞稿來了 最新消息啊 趕快拿來看 對 結果 結果我一直播一直播 奇怪啊 稿子怎麼還不拿上來呢 正覺得很納悶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 其實後面就有人站在我後面 那我就覺得奇怪 你為什麼還不把稿子送上來 你幹嘛一直站在我後面 對啊 對 很奇怪對不對 他慢慢地靠近我 慢慢靠近我 可是當他靠近我到 到很近的地方的時候 我突然全身從腳底整個麻上來 滑下去就不會這樣穿起來 你知道嗎 那當時我就覺得說 欸 不對勁 這種感覺好像是 又遇到了 幹嘛 那是想上女生嗎 還是這樣 沒有 我覺得他是好奇 因為當時我在 我這樣播新聞的時候 我就可以感覺到 他站在我後面 然後呢 他是這樣子 紅綠燈的時候 有人啊 從我的後面 我的背啊 就很用力 砰 打下去 我整個是這樣 啪 然後整個人就是清醒 很痛 非常痛 可是你知道嗎 蔣營啊 再過了一個禮拜還在 就很大一個 然後就整個都紅起來 這個鬼就好兇喔 他很兇啊 他很兇啊 因為當時我在 我這樣播新聞的時候 我就可以感覺到 他站在我後面 然後呢 他是這樣子喔 你播新聞 他是這樣子 所以從腳底開始 馬上來脫皮 對 整個真的是 從腳底馬上來 真的是嚇死了 那你不能跟他溝通嗎 我在播新聞耶 不是很莊重啊 那是我在播新聞 但是很想罵 但是我又怕 萬一不小心脫口而出 這個整個就播出去 就完了 所以我嘴巴是播新聞 但是我心裡一直唸 我一直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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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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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真的很害怕 然後我一直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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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大概在我大四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暑假很喜歡去錢櫃唱歌 因為暑假的時候會打折 尤其唱什麼時候 從凌晨12點唱到早上6點 學生還打8折 然後那個時間還打對折 所以那時候很喜歡去唱歌 然後剛好就在印象很深刻 農曆7月13號的晚上 我們就一群同學去唱唱 唱到凌晨4點 然後4點想說要回去睡覺 因為很累啊 因為我的學校在半山腰上 所以凌晨4點的時候 我前面那個女生 我是被載的那個 她就騎著機車 然後要往那個山坡上爬 可是因為她是慢慢這樣往上 我會有一個後座 就是往後的 可是你知道唱歌唱到早上4點 很累 很想睡 怎麼辦呢 我就問我前面那個同學 我說 你有沒有什麼東西 外套還是什麼的 可以把我綁住 結果我前面那個女生 她在學校是參加跆拳道社 她跟我講說 我的車廂下面有一條 跆拳道黑色的那種袋子 那一袋 我說好 那我坐上去之後呢 因為我怕我會睡著 會往後躺 那你就用那條黑色的 跆拳道的袋 把我跟你綁在一起 那我就可以睡得很安心啦 就說好 然後她就拿出袋子 就把我綁著 我就很安心就抱著它 我就睡著啦 然後她就騎機車騎機 因為從前櫃騎到 我們住的那個地方 大概騎半個小時 還滿遠的啦 後來騎騎騎到一半 就等紅綠燈的時候 就很奇怪 就像剛剛香菱講的 我坐著 而且我是睡著的 停紅綠燈的時候 有人啊 從我的後面 我的背啊 就很用力 砰打下去 我整個是這樣 啪 然後整個就清醒 很痛 非常痛 我一轉頭啊 看到一個老伯伯 他這樣 這樣抱著 抱著他的頭 就這樣我正後面喔 我就說 年輕耶 你為什麼把我撞到啦 你站那邊的啦 你怎麼在那邊這樣 我坐著耶 問題是我本來是睡著的 我一直想說 奇怪怎麼會有人 站在我後面嘛 而且很用力打我 我就真的很痛 那個掌印啊 到隔天都還在喔 那我就想說 我就很氣啊 我本來想罵他的 結果他一講完 我前面那時候 有一台白色的T4 九人坐的那種轎車 開在我的前面 那因為那條路非常大 然後它是有 快車道跟慢車道 中間有一個中央分隔島 我就眼睜睜 那個老伯伯頭一抱著 講完話 我一回頭而已 我就眼睜睜看 我前面那台T4 它是一個大轉彎嘛 它就直接要轉彎 應該是這樣轉過來 它沒有 它轉彎直接騎上那個 中央分隔島 你看過那個車子喔 兩腳騰空 然後中間插的那個 中央分隔島 然後被後面一個 拖板車追撞 就撞到了 然後就嘛 因為隔天早上我們起來 才知道當天晚上死了兩個人 那我想說 不知道我們 因為昨天那個阿伯說 你騎到旁邊的 你要讓我撞到嗎 後來我一直想說 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管就回去了 結果隔天我們要下山的時候 經過我們昨天機車停的那個地方 對 發現我昨天我前面那個女同學 她機車停下來的地方 地上啊 有一個小小一個小土堆很小沒有多大 這樣高高的 問題是上面有一塊木板 上面有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是昨天那個老杯杯的臉 那 問題是 那我們怎麼 我就仔細看了一下 我嚇到 因為我跟他講說有人打我啊 我一直覺得是他惡作劇 結果呢 那個老杯杯的木板 是被我們前面那台T4 去撞到 木碑 他的那個木碑頭斷掉了 他還跟我講說 我們昨天機車是停在他的那個 小土堆上面 重點是 我仔細看了一下 他是民國47年 農曆7月13日 往生 就昨天是他祭日 所以他跑出來跟我們講 已經往生幾十年了 現在祭日還會出來嚇人 然後頭還這樣子 一般喔 那他為什麼沒有去找那個 撞斷他木板的那個 可是他感覺死掉了啊 對啊 就是說他撞到他們 所以他打了我一下說 你站到旁邊 你差一點就 你嚇到我了 是耶 那是他也搞鬼 會不會連命也沒有呢 一般他們都是會 如果說他會跑出來 就是說基本上 他的墳墓 或是他的這個墓碑 有很重大的問題 需要他的家人來幫他處理 那可能這種情形會比較少 因為他們不是他的子孫 所以你要叫他要找你 除非就是說 你真的有對他 就是說 有什麼不禮貌的地方 他才會跑出來找你 可是你知道嗎 掌印啊 大概過了一個禮拜還在 就很大一個 砰這樣 然後就整個都紅起來 這個鬼就好兇喔 他很兇啊 嚇死了 那老師你不會知道 有一對夫妻 他們也是鬼約出去玩 一個這個斷頭 也是蠶死 一個斷腳 有一個那個歐巴桑 有一個他們的旅行團 就是說他們基本上 是在那一間公廟做事的 然後就是這個社區 都有一些歐巴桑給你送 乘一乘做一個出團 去租一步遊覽車 去中南部去旅遊 有一個地方 他們參觀的地方 是一個紀念日軍 的一個紀念碑 就是可能那邊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死了很多人 弄一個日軍的紀念碑 在那邊 有一對夫婦 那個歐巴桑就說 哎呦 這日軍喔 很可能喔 不然要喝一杯台啤酒 他們在旁邊說 哎呦 你不能歐巴亂說 怎麼會不會 自己在洗洗 他說 不可以開玩笑 有的嗎 他說 他就說 可能 那種態勢 有的 自己在那裡洗洗念 就對了 他就說 他們就說 好啊好啊 不要念了 走啊 又繼續去出團了 回到家之後 就回到那間旅社 晚上就在那間旅社睡覺 對 就睡覺的時候呢 這個 那個 同時呢 他 這歐利桑跟歐巴桑 他夫妻兩個都做一樣的夢 什麼夢 這個夢就是 夢境就是說 日軍呢 跟原住民打戰 他們是在戰場裡面呢 看到他們在那邊砍砍 就是打打殺殺就對了 很血腥的畫面 對 很血腥的畫面 然後那個歐巴桑呢 就在那邊看 看看 看到有一個日本兵呢 拿了武士刀呢 連續殺死了兩個原住民 然後朝他走過來 然後呢 把刀舉起來呢 往他的脖子上面砍下去 他就下行 啊 就下行 下行就白天了 已經早上了 天亮了 回去他之後呢 不到三天 在高速公路開車 發生車禍 發生車禍 那高速公路就是 一個是北上 一個是南下嘛 他們比如說要北上 那南下的那個車道呢 翻車 一台車翻到他們 就撞車 不知道怎麼翻的 撞 飛過來他們這個車道 那他老公是駕駛座 他老婆是坐在他旁邊 對 就飛過來之後呢 就飛過來 剛好撞到他老婆的這個位置 老婆頭斷掉 死掉 他在轎車裡面 被削 頭被削掉這樣 因為他撞 比如說這是車子嘛 他撞到這一腳 撞到之後呢 他整個車子就 就打滑 打滑 翻滾 銷滾 後面的車子又撞到 他老公 腿斷掉 他老公 頭斷掉 死掉 這不是啊 這不是那個日本鬼 真的嗎 我覺得可能是 跟到了 對 跟到了 我們是更回去 謝謝 謝謝 謝謝